颱風來襲 高雄風大雨大 有民眾目睹好幾名機車騎士騎出門 但騎到路口被風吹得根本沒辦法再往前 有人僅抓著機車龍頭動不了 還有騎士連人帶車直接被吹翻 這是在中華路雨星光路口 真的不誇張 騎車反被困在路中間 連續兩天高雄受到颱風的影響 風勢越來越明顯 不只機車騎士沒辦法騎出門 只能默默牽著機車移動 連路數都承受不住 強風吹來 到處都是樹倒掉 然後又壓到一個車子 在高雄天山路光是這個轉角路口 就有好幾顆路數被吹倒 停在底下的車全閃不掉 被東倒西歪的路數撒中車身 就連停在家門口的這輛交車也慘被砸 整顆路數倒進住家旗樓內 這下車恐怕也受到影響 高雄市是從上午開始 是強風暴雨 而這個強風導致路數整個塌下來 像這樣子橫倒塌路中央 但是因為風太大了也沒有辦法搬影 只好先擺放三角錐警戒 另外在高雄林亞區中正一路雨鎮沿路口 從二號下午就出現強風好雨 又路數撐不住連根被拔起 直接倒在一旁的特斯拉上 導致擋風玻璃明顯碎裂 車身板筋 車窗也凹陷變形 這顆路數高大橫躺在路中間 占據兩線車道 來往車輛完全無法通行 辖去遠景貨爆之後 立刻將車停在前方提醒用路人 到底高雄的風有多大 中央氣象署上午發布台風強風告警 針對高雄市延城 古山 前鎮 旗津 小港 陵園區等市井所在地區 即將出現平均十二級風 或陣風十四級以上的風力 提醒民眾競速到室內躲避 畢竟整個市區接連傳出 路數島的意外情況 民眾沒事別外出以免發生危險 TVBS新聞 宋佩文 艾昭閒 張麗麟 陳映仁 葉俊高雄報導 全球同尺 中央未婚 大家 剛好